雲林靠海 所以你看這個風其實很大 而雲林要成為全台第一個路上風場 居民怎麼說 好不容易看到了小英總統來到雲林 也就是這個 海口生活館 小英總統他也對綠能發展他的看法 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綠能產業是我做中共以來 非常重視的政策 那我充分的理解雲林的鄉親 對綠能的期待 總統一來就說好 我們出發不及了 現在 從我三四公里 可是小英總統 居民想要向您澄清 結果卻被阻隔在三公里外 不要說人看不到 連您的車隊都見不到 又要如何讓您聽到人民真實的聲音 我爸 他最後是老人癡呆 但是他在最後的日子 他念念不忘還是要回來 博起來這個地方 我想到我父親我是很難過 他真的如果現在還在這裡 他就算老人癡呆了 他也就走出來站在第一線 所有鄉村們 你們還可以忍得住嗎 我們不知道他們隱藏這些 將來要種的這些風力 就在我們家的門口 我是受不了的 我們得到這個消息之後 我們很期盼能把我們的信 送到小英的身上 讓總統了解 一定沿海偏鄉 風機的設置位置已經進入到 離海岸線近20公里 大型風機預定設定在這塊土地裡面 對對對 麻煩小英總統下來看看 我們實際耕種的東西 他實際耕種 我們這裡要做什麼都可以 總統來於您說了 這個不利耕種的農田 如果拿來發展綠能 其實創造雙贏 不過這邊我要跟蔡總統報告的是 這塊玉米田 這個是一個其中風機的預定地 它其實不但常年有在耕作 而且你看這周邊 距離住家其實也都不遠 所以總統 這樣的地方 射風機您覺得適合嗎 我們這邊是紅桃區域 生存已經很艱辛了 然後六清建了下去 影響到我們的空飾品質 現在又把巨型風機 要塑造我們村莊 那我們是一定堅決反對到底 營林人有需要再背負這種不公不義的政策嗎 我們到底要背負多少不公平的責任 報告蔡總統 你一定吃過營林的蒜頭 全台有名 而現在這一片就是種蒜頭 這個田以後也要蓋風機 所以他們絕對不是荒田 也希望透過我們的採訪 能夠讓蔡總統聽到在地農民 他們的心聲 這個風機離開 你也有10幾了 我10人要花費了 你到家去判斷 費也不夠花費 他又沒辦法錢 我們八成人 要台湊 是做農民做年輕事 對嗎 對吧 這樣也要讓他 八成人的新成立 這個很可憐 我要拜託他 立委 立委也不接受 拜託議員 議員也不接受 你也說沒辦法 拜託鄉州鄉州也說沒辦法 我們不是反對風力發電 我們是要反對不當的設置 總統你不是跟我們說 你如果沒聽到 你就可以回家了 你還要回家了 不然你總統府開一批門給我 我就來回家了 你乾杯 我也沒辦法這樣 蔡總統來迎臨 說政府會照顧農民 務農也可以變成很好的工作 但是總統您知道嗎 農村成了風場 風機成了鄰居 農民天天聽風機噪音 雲林農民正在面臨生存保衛戰